1067今天有6的社区中心悔學中心事項共產博物 為了關心股股店 六時方議規定的狀況 1067公所特別來到共產人所上的流中社区 發現除了便當 採用作造的方式 拜託時 大家也要保持記憶 以後會主義廟的頂部 也會套館處女才是志剛幫忙上道處理 一天早上1067流中社区的志剛營養團非常不容易 因為今天是當中心悔學的第一天 不然是實際的準備料理 合作是便當的本贈 大家是都非常勞 因為在這裡用餐的人數是每個160多月 那廚房的志工的話 就是他們都8點就來了 然後志工媽媽就準備菜 前置作業 那至於我們外廠的 我們大概差不多9點半 因為9點半開始就來裝便當 我們現在有140多個人 那現在沒有注射疫苗的 我們都是希望其他有注射過疫苗的長者幫他帶回去這樣 已經有兩個多月的時間沒有來參加共產 現在是眾生來揮護 中美人感覺是開心又更方便 因為實際上沒有來開放的時候 大家的中道長都要自己來處理 他現在剛才飯菜好吃 竟然有人來幫你傳好好 現在比較冷 這裡還放 我們因為這個動起來 沒實際上 中道長怎麼處理 自己這麼多 你這個天啊 老花的人 我們要買什麼都很方便 有這樣行動都不方便 對嗎 身體沒用 他等來這裡 多人這麼高 所以說 非常感謝 政府也感謝這些志工 幫忙 我們這些老花的人 有啦 比較方便喔 比較方便 這樣比較不方便 那你還是沒實斷 我們都怎麼處理 中路斷 中路斷 要自己處理 剛才今天來到柳東社区 在大陸市內 今天也有百地 潛順十三輪峰南投町社区 要來揮護 中親市長的服務 公司的表現 日後也將的各個社区 力所開放 歡迎向公司來提出心情 陸陸續續 我們的一些長青石堂 還有12個社區 還沒有全部開放 希望說 所有的廚工 有百分之八十的施打率 所有的長者疫苗的施打率 六十%以上 才開放長青石堂 所以說 我們先期作業就是 先把這些必備的條件 先算一個公訴審核 今天先開放 六個社區 他們都符合這個條件 但是負責條件以外 我也是希望說 真的還是要再做防疫 因為這疫情不是開玩笑 雖然當親市長已經開放 但以外是要來採用 早早的方針 民眾也不能來進入社區信賴 希望大家在開放 市長的時候 也要來檢測風疫 既成功不斷